大家好 今天我們嘗試用華為的 Mate 10 接駁一條 USB Type-C 轉 HDMI 線 嘗試 PC Mode 首先我們有一部Mate 10 另外我們需要一條 Type-C 轉 HDMI 線 一條普通的線已經可以了 插進去 接著我們看到手機那邊 現在就轉了畫面 電視也出現 EMUI Desktop 閃閃就進入了 PC 的模式 接著我們可以看看 有一個 Touch Pad 在手機螢幕出現 我們就可以將它用來控制 當作Mouse 用來 通知列拉下來之後 我們就看到有兩個特別的選項 其中一個就是轉回手機的模式 像現在一樣 一般手機 接著電視之後的模式 而另一種模式 就是 PC Mode 按一按 變回 PC 的模式 要稍等一等 成功了 而通知列裡的第二個選項 其實就是用來控制 Touch Pad 的開關 我們可以關掉 我們可以關掉它之後 用回手機的功能 首先 我示範一下 用 Touch Pad 這個模式 離開 Google Chrome 大家看到 開了 Google Chrome 出來 我可以在這裏打網子 一按下去的時候 Virtual Keyboard 就在手機上彈出來 我可以按照樣打字 中英文字也可以 譬如打中文字 我可以按中文字 也沒有問題 按回不需要鍵盤的地方 Virtual Keyboard 就自動消失 接著我們就試一下 介面的左下角 有一顆類似 Windows 的按鈕 按下去之後 我們有幾個原裝支援的 App 另外 下面也有我們自己安裝的第三方軟件 另外我們看看 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 Microsoft Office Microsoft Word 由於現在 Microsoft Word 已經是雲端的版本 所以你看到我已經有些檔案 我只要按下去 它就會在雲端 拿回我的文件下來 要稍等一等 現在就開了一份文件下來 我可以照常地去瀏覽它 或者轉為編輯模式 也可以 按了編輯模式 之後 你會發現 介面和真正的 Desktop 版本 是有少少不同的 功能也是簡化了少少的 但是對於一個後備的用途 又或者只是一些簡單 出外工作的時候 簡單的用 是足夠的 如果我們每次工作的時候 都用手機的 Virtual Keyboard 或者 Trackpad 其實就不太方便 於是我就準備了 有一個藍牙的 Keyboard 還有一個藍牙的 Mouse 接駁了藍牙的手機 接駁了藍牙的手機 之後 就可以正常地 好像一般用電腦 這樣做的 這隻藍牙的手機 另外藍牙的手機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Mouse Cursor 其實已經能夠動 另外 這個鍵盤 現在是中文輸入法 我們先關掉中文字 那我就嘗試 打一下中文字 大家好 打好之後 然後呢 我們也可以 改一改字型 我們看到下面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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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下面 可以有不同的花款 那裏 轉一下格式 那樣的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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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反對 另外 那裏 那裏 我們有更加多的選項 例如有自形的選項 有大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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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到很大的字 也可以粗體斜體 有很多字形選擇 主要是英文字形為主 之後我們再試一下 Excel 軟件 我又是開一個新的檔案 嘗試打一個方法 簡單方法 一般加數方法 我就嘗試1加1 等於A1加B1 按Enter 這樣就完成了計算 大家可以看到 手機版 Excel 都做到一些基礎的 Excel 功能 改一改 11加1 12 除了 Excel 功能之外 我們還可以播放 Powerpoint 我又開一個之前拍片用過的 Powerpoint 講台風那一次 可以播放 亦都可以更改 大家可以看到 我按全螢幕 就在播放中 在這個時候 我一直在播放 或者在做其他東西的時候 萬一如果有電話 打進來 那怎麼辦呢 會不會在我的桌上 突然間 彈出了來電 很尷尬 因為可能很多時候 是在做Present 突然間 老婆打來 有老婆的字在閃 現在我試一試給大家看 我就打給自己 電話響 你看到電話裡面 真的有一個來電 但是在桌上 是完全不發現有電話的 這樣就可以確保 你在桌上 做你需要做的事情 不受影響 而你的手機 是可以繼續講電話 一路完成你的 即是電腦上的工作 譬如Present 電話打來不聽 又或者你聽 都不會影響外面 開了Speaker Phone 都沒有問題 另外 上網的體驗如何 我們先轉回英文 轉了之後 我們就嘗試用鍵盤 在這裡打網子 現在用藍牙鍵盤 手機 vont與手機在這玩意 按進了每craft右邊 把手機放到Jahoo 這裡吋 Debbie 就是手機 現在將我們的網站 正加上網子 我會嘗試播放搜索版的Youtube 聲音在高清電視上發出 這裡調校大小聲 是可以的 直接在華為搜索上調校大小聲 高清電視輸出的聲音就會有大小控制 另外在系統的設定 開大小聲也可以控制到大小 還可以做一個鏡頭 解像度還可以選到2160p 60fps 這個很重要 因為這部機本身輸出HDMI 是可以做到4K效果 因為這裡說4K片 60fps是超大 是可以看到4K的清晰度 和60fps的暢順度 當然 大家現在看到這段影片 都是4K 60fps 所以大家應該是可以享受到那種暢順度 我們現在嘗試搜索的其他功能 我們縮小個Youtube網頁 放在一旁 在這個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打開 我先把電話搜索的內容 可以打開很多應用 很多應用程式都沒有問題 再開 Garry 裡面有我的相片 可以看一看 其實跟我手機的相片 擺位是一樣的 我按下去的時候 可以選擇一些相片 E-mail 都可以放出來 另外是 File File 類似你的Windows 檔案總管 或者Mac 機內的Finder 很有條理 把檔案分類 按下 Inmage 會看到我手機的相片 分成Folder 又或者可以選擇內存 又或者SD卡 不同的地方 檔案都可以 做事起來很方便 另外 下方的鐘 按下去 可以打開通知列 看到通知之外 亦有快速設定鍵 另外 亦可以控制音量 最後 最右邊 有Android 傳統的多工掣 返回掣 我們可以即時切換一些App 今天的分享 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的收看